武杰乡长沈德茂相当重视下一代的品德教育 不管是担任新姻缘期间或是乡长任内 推动语文竞赛从不见断 武杰乡公所一年一度的国语文竞赛 今天在学进国小来举行 这次总共有58位选手来参加 比赛项目包括国语演说 闽南语情境式的演说 还有国语朗读 闽南语朗读 另外还有国语字音字形 作文 写字等等 但是 诺文当然是让人收你赶紧紫紫 我没看到的说 只知道阿母母云家哪感到的 每星期六中六期会跟着照顾他 各位参赞同学 大家好 中兴国小四年级流行同学第一次来参赛 就获得了国语演说组的第一名家机 他感谢奶奶下课之后和他一同来练习 而另外这一次作文题目是 如何表现你自己 乡长也期盼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自己 也展现自己 以我的经验来分 我觉得第一中高年级 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课外服务 现在请你们听我说 老师很温柔 就是我讲错了他也不会责怪我 对我都很好 那你自己怎么练习 我自己在学校 除了在学校念的话 我也要谢谢我的奶奶 因为我的奶奶他回家一定都会帮我练习篇 我说的是如何表现你自己 如果表现你自己 这个题目很活 但是好不好写 很好写 要准备好写 要从你自己 由你自己做出花去写 知道如何在你家里 在社会 在同学 在未来你的路途学习上 如何表现你自己 来成就你自己 来照顾 关心你自己 要从自己开始 得奖的同学 乡长沈德茂也应一颁奖肯定 期许孩子们打好基础 加强语文训练 也领悦语文的精髓 五节乡 语文尽善 宜兰新闻记者 来下午采访报道